这里是巩裔市河洛镇董沟村 长相遇布局的隔壁 突然间对巩裔的窑洞非常感兴趣 在巩裔发现了大面积这样的窑洞 今天一天就半天时间 就碰见了数十个之多 这些窑洞大多都被废弃了 但是它的历史建筑价值依然存在 我们先走这个建筑简单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孔窑洞 而且这个窑洞的话比较有意思 就是在孔中间必定要加一个砖雕的这种 供奉以前的应该是神灵或者其他东西的一个牌位 这左边这个 我们先看它的炫顶 炫顶在砖雕之上 上面写的有字 这个是看的最轻的 上面写着为善最乐 不是为善 就是为善最乐 就是一种观念 一定要一心向善 从这个地方 原来是一个楼梯 可以上二层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二层的窑洞 上面应该是平方或者也可以住人 但是现在整体已经上不去了 这中间这一孔窑洞 跟左边一样 上面写的也有字 但是被图上人为的图上的 要是仔细看的也能看清楚 拉近看一下 上面写的是 勤 简 质 家 这一看就是一个家庭为淡味的 当时的家训 家风一样的东西 可以看到最上面这个眼角 这个眼角的话是用的 道家的八卦 再看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也非常明显 被人为的图了 能看到从 是从右面往左边数的 看到第一个字 得 第二个字 被白灰 图到一点看不见 第三个字是福 第四个字还是被图着 但是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弄掉的 这些写的什么字已经分不清楚了 这个门延上 还有 光荣户 上面写的是南河渡乡 政府 原来这地方是南河渡乡 后来才给人河楼镇了 所以整体来说这些窑洞 是非常不错的建筑 有硬的历史建筑意义吧 也不知道二十年三十年后 还能不能见到 反正建造的这个窑洞 十个九个都已经空了 没有人住了 看隔壁也有两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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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